昨天青岛地铁集团在其微信公号发布了相关的情况通报 公布了举报问题调查情况处理结果和下一步的工作举措 青岛地铁要求总承包单位中国葛州霸集团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对刚施工的1.5公里电力排管工程拆除重建 并且扣罚违约金100万元 将监理单位青岛加成电工咨询有限公司 列入青岛地铁工程建设黑名单 并且依照合同约定扣罚违约金20万元 责令青岛地铁一号线公司总经理停止检查 责令总承包单位和监理单位撤换项目负责人